欢迎仪式后,习近平主席同阿巴斯总统举行会谈,两国元首宣布建立中巴战略伙伴关系。 习近平指出,中巴两国是相互信任彼此支持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 中国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, 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,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、公正、持久解决。 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, 将继续在多边场合为巴方仗义直言、主持公道, 愿继续向巴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, 帮助巴方缓解人道主义困难,开展重建。 中方愿同巴方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, 继续在彼此核心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, 全面推进各领域友好合作,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, 加快中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,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, 更续传统友好。 习近平强调, 巴勒斯坦问题延宕半个多世纪, 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深重苦难, 必须尽快还巴勒斯坦以公道。 习近平提出三点主张, 第一,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, 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,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, 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。 第二,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, 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。 第三,要坚持和谈正确方向, 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, 摒弃过激和挑衅言行, 推动召开更大规模、更具权威、 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, 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, 为帮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, 做出切实努力。 中方愿为巴方实现内部和解, 推动和谈, 发挥积极作用。 习近平强调,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中东地区局势新变化, 中方愿同巴勒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,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配合, 推进中阿集体合作,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。 阿巴斯表示, 我仅代表巴勒斯坦人民, 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正义事业提供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。 中国是巴方信赖的朋友和伙伴, 巴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,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。 巴方愿同中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, 加强各领域合作,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 不断深化巴中战略伙伴关系。 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, 全球发展倡议, 全球文明倡议, 高度赞赏中方成功过旋杀一对话。 感谢中方就早日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多项倡议。 巴方相信中方的智慧和公正立场, 期待中方为推动巴内部和解以及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更大作用。 会谈后, 两国元首共同在中巴建交35周年纪念首日封赏签字, 并见证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。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国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。 当晚,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巴斯举行欢迎宴会, 王毅、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。 市民共和国家计则新ces、